在零下四十度的监狱里 一名德国士兵被扔进地牢 在冰冷的雨水里待了三天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士兵靠着意志力顽强地活了下来 但苏军长官却告诉他 当士兵回到牢房 御友们却手持棍棒 眼神凶狠地看着他 因为士兵的逃跑 所有人被罚三天不能吃饭 御友因此心生怨恨 狠狠地将士兵揍了一顿 这些德国士兵在战败之后 就被苏军押送到了西伯利亚的战俘监狱 监狱周围虽然没有围墙和电网 但几乎没有人能逃出这里 因为外面是一望无际的雪地 在接下来的三十年里 他们将一直在这里为苏军挖矿 一旦有人反抗 就将被要求脱掉衣服 活活冻死在冰天雪地里 士兵们为了活下去 只能拼了命地挖牵矿 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 这些德国士兵都被磨去了血型 因为远在德国的女儿还在等着他 直到这天晚上 他终于找到了逃跑的机会 趁苏军士兵不注意 他悄悄爬到了传送带上 顺着传送带跳到了矿车上 本以为可以这样逃出去 但矿车却被一根木棍拦停 他伸出头查看情况 却被一名苏军士兵发现 因为这次越狱 士兵被关在地牢里面三天三夜 靠着顽强的意志力 士兵在零下四十度的地牢里活了下来 医生在给他检查身体的时候 士兵哭着求医生 很多人都会死在这里 因为他们挖的是牵矿 这是一种有毒的金属 医生早就做好逃跑计划 甚至已经准备好了指南针和物资 但在准备逃跑的时候 却发现自己已经牵中了 医生见士兵如此渴望逃离这里 他最终决定把机会留给士兵 于是他拿出地图 告诉士兵逃跑的路线 又脱掉毛衣和皮靴给他 并且告诉士兵 自己在铁路沿线藏了物资 还给了士兵一把枪 趁着夜色士兵再次尝试越语 他在石头下面 找到了医生藏好的物资 成功从监狱逃了出去 开始了14000公里的逃亡之旅 第二天长官发现士兵越语 他气冲冲找到医生 却发现医生已经自杀 于是长官立即下令 对监狱周围10公里展开地毯时搜索 可苏军士兵搜寻了4天 也没有发现士兵的踪迹 所有人都一致认为他已经冻死 但苏军长官却不愿意相信 他找到监狱里的德国战友 抛出手枪威胁战俘们 但这次枪顶在脑袋上 战俘们也没有出卖同胞 另一边士兵没日没夜地逃亡 已经吃光了所有的食物 他跪在雪地里大喊 不知道自己还能坚持多久 但一想起妻子和女儿 士兵还是坚持朝德国的方向逃去 他强忍饥饿和寒冷又走了两天 最终倒在了雪地里 就在他感到绝望的时候 眼前却突然出现了一只海报 士兵从胸口掏出手枪 迅速拉动枪栓 瞄准不远处的海报开了一枪 这一枪不但没有击中海报 巨大的枪声还吓跑了海报 士兵慌忙追了过去 情急之下一脚踩空 陷进了冰冷的海水里面 一瞬间右脚就没了知觉 他强忍着剧痛站了起来 在海报逃离视线之前 举起手枪又开了一枪 这一枪成功击中了海报 随后士兵用刀划开海报的肚皮 然后将冻伤的右脚 放进了海报的体内 等到右脚恢复知觉之后 又将海报的脂肪加热 用纱布沾满脂肪裹在脚上 以此来治疗冻伤的右脚 做完这一切之后 士兵再次踏上了回家的路 不知道走了多久 士兵在雪地里发现了一棵树 这也就意味着前方就是森林 他抱着树兴奋大喊 经过两个月的逃亡 终于走出了西伯利亚的北极圈 夜里他终于抵达森林 点燃一堆火震准备睡觉 突然听见一阵奇怪的叫声 睁开眼一看 眼前站着两名拿着猎枪的男人 士兵连忙起身掏出手枪大喊 士兵这才放下心 这时男人告诉士兵 明天会有暴风雪 并且邀请士兵去一个安全的地方 但却遭到士兵的拒绝 两人也只能转身离开 第二天暴风雪如约而至 士兵冒着暴风雪困难前进 突然一棵大树被风吹倒 刚好砸在士兵的身上 幸运的是昨晚的两名逃经者就吓了他 就这样三人结伴而行 在西伯利亚的森林里面走了三个月 一直到初春 这天三人乘坐木筏渡河 但突然前方水流变得湍急 胖子不幸掉入水中 一头撞在了石头上面 士兵健壮连忙跳进水里 成功将胖子救上了岸 而兽子却抛弃了他们 独自乘坐木筏 带着物资来到了临时住所 看着手里可以独吞的金子 兽子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但就在这时 胖子却找上了门 质问为什么要扔下自己 但兽子却一脸不在乎 胖子一怒之下 用手枪打死了兽子 随后收拾好行李 带着士兵继续出发 很快又到了冬天 士兵看胖子背着行李 在雪地里几乎已经走不动 于是士兵提议帮胖子分担行李 但胖子却认为士兵想独吞金子 转身就将士兵推下了山坡 士兵也因此晕死了过去 等到士兵再次醒来 却发现一群狼正朝他袭来 士兵一睁开眼就发现 一群野狼正朝自己袭来 士兵慌忙站起身 爬到了一棵小树上 但狼群跳起来咬住士兵的裤子 在狼群不断地撕咬下 小树开始支撑不住 就在树倒下来的时候 几声枪声响起 狼群被吓得慌忙逃跑 士兵被路过的猎人救下 并且将他带回了部落 在部落女人细心地照顾下 士兵很快就痊愈 在部落度过了一段快乐的时光之后 一个不好的消息传来 苏军士兵已经搜捕到了附近 为了不连累部落 也为了尽快回家见到妻女 士兵再次踏上了逃亡之路 临走之前 女人还送给了士兵一条哈士奇 一万多公里的回家之路 因为哈士奇也多了一份陪伴 就这样一人一狗 在西伯利亚走了两年 但这天士兵却意外闯进了一个伐木场 伐木场的老板一眼就认出 眼前这个德国人就是苏军通缉的逃犯 为了不打草惊蛇 老板先是安抚士兵住下 另一边却通知了苏军 然后安排他上了一辆火车 在下一个关卡 苏军正等待他自投罗网 士兵发现不对劲 提前跳车逃跑 却被一名苏军长官抓了的正着 关键时刻 哈士奇冲上去咬住苏军长官 给士兵争取了逃跑的机会 但哈士奇却被长官一枪击毙 士兵来不及背上 他爬上天桥 跳到了一辆火车上 再次成功逃了出来 就这样又逃了两年 此时士兵衣衫褴 靠四处乞讨活了下来 这天他混进一个集市 碰见了一个犹太商人 犹太人不但没有举报他 还将他带回了家 不但给士兵提供食物 还让他换上了干净的衣服 并且还给他弄了一本假护照 士兵愣住了 对方明明知道 自己曾经屠杀过犹太人 于是便问犹太商人 为什么要帮助一个 杀过自己同胞的士兵 但犹太商人却告诉他 犹太人愿意放下仇恨 以得抱怨帮助任何一个落魄的德国人 就这样士兵拿着假护照 来到了苏德边境 他将假护照递给边防的守卫 两名守卫仔细研究护照之后 士兵顺利地通过了检查 他强忍着机动走上了大桥 只要通过这座桥 他就可以回到德国 但突然一束强光照了过来 追捕了他八年的苏军长官突然出现 就在士兵以为前功尽弃的时候 苏军长官却让出了一条路 然后说了一句 就这样放走了士兵 这是两名军人之间的较量 士兵顽强地逃亡了八年 在西伯利亚的冰天雪地里 步行一万四千公里只为回家 这种意志力让苏军长官折服 于是决定放走了士兵 就这样士兵成功逃离苏联 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 成功回到了家里 士兵历经八年 在西伯利亚逃亡了一万四千公里 终于和自己的妻女团圆 影片改编自约瑟夫马丁报 出版于1955年的同名小说 据说是真实事件改编 以德国人的视角拍的反战片 电影给人深刻的反省 没有控诉没有煽情 只有真实的残酷 我是君子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